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一个香甜而不油腻的面包 简单,方便,好吃一做 而且不上火 首先盘中加入450克的高筋面粉 4克酵母 3克盐 增加筋性 30克白糖 打入5克鸡蛋 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至面絮状 加入20克化好的黄油 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柔软光滑的面团 移到案板上 像揉衣服一样去搓揉它 最后揉成一个特别柔软光滑的面团 记住,面包要想好吃 一定面要软,软,软 盖上盖子 发酵至两倍大 看一下发酵好的面 搓个洞 明显不回缩 这样就可以了 取出放到案板上 多搓揉一会儿 抬干酱里面的空气 揉好的面 直接搓成长条状 分成大小均等的4个面劲 拿过一个面团 右腕向里搓揉均匀 整理成一个圆形状 这样即可 全部做好后 盖上保鲜膜 静置5分钟 拿过一个静置好的面团 直接擀成长条状 长条状的面饼 一边按压薄 这样更好的粘合 放上一些清洗好的葡萄干 然后从一边给它卷起 两头捏紧 封口处 给它捏盐一些 搓成长条状 搓成这样细一点的长条状 全部做成这样的细长条 然后先把两根面条 压在一起 形成一个十字状 再放上一根面条 最后这个放在上面 再折叠一下 形成一个井字状 然后顺时针转圈 同样的方法 再反时针转圈 最后把尾部放在下面 整理成一个圆形状 准备一个圆形模具 放上一层油纸 边缘处涂抹一层油 放入做好的生坯 整理一下 盖上一个盖子 醒发二十分钟 醒发时间到 表面给它抹成一层蛋黄叶 撒上一层黑芝麻 放入蒸锅中 不用盖保鲜膜 盖上盖子 开中火 水开以后蒸四十五分钟 时间到 关火再焖五分钟 时间到 开盖看一下 哇 像不像一朵蘑菇云 接着给它脱模 哇 转过来看一下 漂亮 看一下 这样做出的蒸面包 蓬松渲软 不塌陷 不回缩 好吃不上火 还有微微的拉丝油 一丝一丝的 喜欢的朋友们赶快试试吧 我们明天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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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